今天是一期網紅邊角料零食大測評 邊角料零食這兩年就特別的火 據說是美食博主的劉亮密碼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受歡迎 是他真好吃還是他真實惠啊 說到邊角料我也有發言權 我高中的時候每次路過蛋糕店的時候 我就去買一點那種邊角料蛋糕 我覺得老好吃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沒吃過蛋糕的人 今天這些都是超級的實惠啊 我們來看一下進來一個大店 牛肉乾兩大包 21塊8% 其實我價格是真實惠 平時我都沒想過這麼便宜 我來看一下它到底怎麼樣 我只兩包耶 四包我買的是乳香味跟香辣味 但我發現好像有點問題了 配料表示精選牛肉蜜製香料 然後就沒有了 還能這樣寫嗎 蜜製香料 那是啥呀 我的天哪 我直接來拆開一包看一下 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說它怎麼那麼重呢 它那個乾燥劑我感覺都有一百多克 這是我見過最沉的 這是賣牛肉還是賣乾燥劑啊 說實話我剛開始我想說它好的 但我拿出來我發現這剩牛肉乾嗎 這咋這樣呢 確實是邊角料啊 在聞的話就有點像那種 我們平時吃的那種牛肉粒的味道 它應該是好多拼在一起的 我來試一下可能好不好吃 挺香耶 確實能吃出來 我們平時吃那種便宜牛肉乾的味道 它就不是那種風乾牛肉乾的味道 就是那種小零食那種牛肉乾的味道 它的價格卻是便宜 但味道我感覺不是特別好 一般 我看人家拍邊角料 一上來就是特別驚艷 特別的值 我的什麼 一上來好像有點翻吃 趕緊來第二個吧 兩斤的散裝果單皮 9塊4毛錢 說實話這個價格也是驚艷到我了 這個肯定不能翻吃了吧 我們來看看 確實是一大包 這也算邊角料嗎 這不挺龜神的嗎 但我又發現個問題 它好像啥也沒有 就是沒有生產廠家 沒有生產資質 什麼都沒有啊 既然我選擇的這麼便宜 我就不飄了吧 那看看它 好不好吃 它這一袋 它這一袋是真大呀 哇 這不是邊角料吧 這都是規規整整的 大的 好的 我在超市買的 估計都沒有這麼規整 這是雪賺還是雪虧呢 你們評論一下 我直接全部倒出來啊 這兩斤 這得吃到什麼時候啊 看一下 這麼一大盤 9塊4毛錢 看起來還是比較有食慾的 我來試一款 哇 好吃耶 我感覺跟我平時買的那種果蛋皮 味道是一模一樣的 有可能比那個還好吃一點 嗯 挺香挺甜的呀 味道上是一點毛病沒有啊 所以說這個我感覺是挺直的 下一個啊 鹼水麵包乾 三包 9塊9 反正我是覺得9塊9的肯定推不了 你再打個看一下 哇 哇 這是邊角料嗎 我買的時候它寫的是邊角料啊 這不是普通的鹼水麵包嗎 還是個品牌的呀 我突然就覺得我的9塊9有點大頭了 我猜一包試一下 雖然說外面包裝的挺好 它裡面確實是邊角料 全碎了 它那個也太小了吧 我來看一下一包是30克 我感覺我就買正裝估計也就這個價了吧 100克估計也就10塊錢對不對 嗯 這挺想吃 它就有點那種麻花的那種邊角料的感覺 就我們就吃那種油炸的東西 就感覺 乾脆脆了 你就說確實還好吃 所以我們就買這麼小一包鹼水麵包 要多少錢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沒買過 但我感覺它味道真的挺好 這應該也算是邊角料吧 裡面才是碎的 嗯好吃好吃 下一個下一個 這是啥 我們看一下 菠蘿蜜乾 9塊9一包 我們平時去買菠蘿蜜乾應該也是挺貴的 這個9塊9 直接倒手一大包 我們來看一下它到底是什麼樣的 你別說包裝確實挺好的 它裡面也是挺碎的呀 你別說它這個是挺碎的呀 我以為我倒的是花生仁呢 它這個是七碎的 我倒了大概一半就小半盤 它聞起來確實還很香 哇 我感覺這個是直的 好像有點灰了呢 它不硬了呢 還是就這種口感 它就不脆了 吃起來就有點那種綿芽的感覺 味道還挺嫩啊 挺香的 下一個 芒果乾 這個是大家應該都愛吃 19塊9 兩包 這算我們平時去買芒果乾是挺貴的 它這個就相當的實惠啊 一大包幾塊錢 直接全倒出來 我聽一下 哇 我買的是兩包一模一樣的 我怎麼發現 一個好一個不好呢 這個就是那種 好像壞了是不是 這個就是那種金黃的 來吃一下 嗯 這個挺香的 有點酸 嗯好酸奶 我摔一下 再回去吃一下 嗯 都很酸 來吃這個吧 嗯 這個倒不酸了呢 味道還 比它還好 你別看它長得醜 它味道真比它好啊 但我還是有點不敢吃 它那個麵像真的是太香壞的了 都拆完了 整個來說 跟我想像的是不一樣的 剛開始我買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得老爽了 吃得老嗨了 就是各種邊角料零食 自由 它好像是各種翻車呢 跟我想像的那種又多 又好吃的邊角料 還是有點不一樣啊 不然這個主題還有沒有第二期 大家可以留言評論一下 到底哪些邊角料是值得買的 我反正 反正我都是都翻車了呢 拜拜